翻译&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全球化在过去40年快速进展的同时 最近10年确实有一定程度的停滞 而且在有些方面是在退缩的 我们可以看到这就是两个最重要的指标 左侧的是国际贸易占全球GDP的比重 大体上是一个贸易的重要性的表示 我们可以看出在经过前30年 就这个比重持续在上升 上升的幅度还是挺大的 但是在最后一个柱体 那么它的这个比重是在下降了 就是在过去的10年 2010年之后 国际贸易占GDP的比重是在下降的 那么它表明的是贸易的重要性在下降 那么右侧的这个曲线是 中间产品占全球贸易的比重 它是一个全球产业链的概念 我们也能看出来 在前30年 我们大概从85年开始 是一个持续上升的过程 那么最后10年 这条线非常的平 在略有下降之后 又有一点回升 但总体上它没有再继续往上走 所以我们通过这条线 先大致地确定一下 全球化有所停滞和回落 应该是一个事实 那么原因有很多 我们觉得刚才那两条曲线的出现 最主要的还是经济基本面的变化 我们所谓叫正常的因素 就是说分工不再赚钱了 从经济学的角度讲 所以它会开始出现调整 即使是不正常的因素 我们都知道 我们有国际政治问题 我们有个别国家的行为的问题 但是继续正常的因素也有很多 时间原因也和我们今天的主题有关 我就挑了一个和技术相关的因素 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为什么全球化会退缩 这是二战以后 全球化进展的一张图 这张图是这样 红色和黄色的部分 是初级产品的出口国 红色它的依赖性更重 黄色的稍微 金黄色的稍微淡一点 我们可以看出来 很多红色的国家 就是石油输出国 这个国家的经济体 就建立在大量出口石油 然后进口其他产品的 这样一个基础上 那么浅蓝色的部分 和中蓝色的部分 是制造业产品的出口国 它大量出口制造业产品 构进高端的设备 和必要的原材料 那么大体上就在南美 还有东亚 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的部分 我们是一个制造业的出口国 深蓝色的部分 主要在北美和西欧 是高端设备和技术的出口国 这是一个全球完整的 一个经济的图谱 每个国家在其中 有自己的贸易的地位 那么这个从二战以后 这个分工趋势一直在加强 但是在过去十年 是有所减缓和退缩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